好 剛剛看到恐怖小三 但是玉琳哥有什麼樣的 欺利人妻啊 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他老公結婚 差不多30年的時間 那之前老公負債 所以他就太願意陪著他 一路這樣子幫他還債 也便手之主這樣子 然後就開了一個雜貨店 那生活也滿穩定的 但是男人就是壞壞在這一點 那個不好的時候 然後就還安分手急 稍微維持一個小康的局面以後 搞頭就多了 男人有了錢就壞 不就是這樣嗎 對... 女人那個一壞就會有錢 有... 有... 謝謝你 然後男人有錢就會變壞這樣子 他就開始覺得他老公 那個怪裡怪氣的 有一些奇怪的簡訊 或者是晚上怎麼電話響 然後他有一次電話響得怎麼樣 一般老公就是那個想要把它按掉 那個時候手機是有滑蓋的 他們曾經激烈到什麼程度 老婆要搶手機 老公不給他 兩個搶來搶去 老公一擠把那個滑蓋整個折斷了 對 從那以後他就懷疑他老公 鐵定是有鬼的 因為死都不讓我看肯定有鬼嗎 對 後來科技越來越進步 他就從友人那邊知道說有一種 可以裝在這個車子的底盤 衛星定位 等於就是導航的那種 追蹤 他就在他的那個 他老公的那個車子的底盤 下面就裝了這個定位器 所以從那以後老公的行蹤 他在家裡面打開電腦 就讓他發現說奇怪 他老公為什麼都在固定的時間 好像每週的135這樣子 固定的時間都會在某個地點 車子就停出不動了 所以老婆有一天就實際去勘查一下 就發現 原來老公進屋長郊 老公租了一個房子 公什麼呢 公他跟小三在裡面 那個親密之用 他就每天觀察他們行蹤 發現老公有的時候是 老公都會提早到 然後小三可能不想再上什麼班 好像都要到很晚的時候 才會再進那個屋子 老婆就決定做出一個反擊了 那一天他就七早八早 然後就到那個金屋 長郊的處所去了 找了鎖匠 跟鎖匠說這是我家 我要死不見了 鎖匠就幫他開了門 他就進去了 進去以後呢 一陣無名火 你不能講無名火是有名火 因為老公的用品 更多是小三的那些衣服什麼的 可是他沒有現場抓到肩 現場沒有 沒有人 人都還沒有回來 人他都回來 他就穿上了這個小三的衣服 幹嘛要互生 好 現在必須要講 當時他留了什麼頭 他留的是光頭 因為在前一次的這個 老婆 大老婆留光頭 因為在前不久 他有跟老公的這個爭吵當中 也是跟小三有關的爭吵當中 他氣到呢 拿那個頭髮一剃頭髮 這個頭髮氣剃光 所以那個時候 頭髮還沒有當得很齊 他自己戴了一個假髮 就戴上假髮 穿上小三的衣服 拿起口紅在臉上在那邊亂塗 然後呢 對著這個梳妝台 根本是側面的姿勢 過了差不多30分鐘 外面有聲響了 老公進來 老公依照以前的作息呢 都會先進來 然後再等那個 兩個鐘頭以後 小三子他會回來這樣子 老公一進來的時候 看到一時意會不過來 還以為那個小三先回來了 撲上去 一開口就 寶貝 妳今天怎麼提早回來了 他就像妳講了 要撲上去 正要撲上去的時候 大老婆把頭轉過來 好可怕 大老婆用口紅把自己臉 怎麼還拿一把關刀這樣 那個當場剉刀真的是尿尿 對 剉刀就是了 剉刀 然後呢 正要離開的時候 那個 那個 一般大 因為老公看到的時候 你跟我一直想要多門而出 是啊 照理跟他背勒 那個大老婆呢 那個出妝台下面 取出一包浴場的甘蔗 因為他要進門之前 路邊有人在賣甘蔗 就買甘蔗來吃 吃剩的甘蔗 甘蔗拿起來 因為甘蔗比較硬妳知道嗎 拿起甘蔗就朝那個 老公的頭上猛K很K這樣 死上第一個人喔 被捕跟甘蔗打到頭破血流 甘蔗可以打到頭破血流 甘蔗很硬啊 那個甘蔗 還帶皮的吧 對 甘蔗沒削皮 打起的人還不得了 對啦 那甘蔗可以當武器的 這我還真的是沒有聽說過 不然從那以後呢 老公就徹底悔悟 應該是被他的那個 轉過頭來一張紅面關公臉 嚇到再也不敢做壞事了吧 但是呢 前幾天在台灣 也有個Case 剛剛我們看到在大陸出現 這個把這個小三給燒死了 對不對 台灣其實也有出人命 我跟你講 通常都是政公大佛復仇對不對 這回真的是不三不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因為小三去抓小四的錢 小三抓小四 對 你把政公放在哪裡啊 好 政公我們先擺在一邊 他先乘涼看戲 我跟你講 小三發現了 我的愛人 竟然最近交了小四 你知道嗎 結果你知道 不辭勞苦 騎摩托車騎了好幾公里去追 你知道為什麼追得到嗎 因為他這個男主角 范姓男主角 是殺死車司機 你不要看他這個樣子 我跟你講喔 其實本人記者看到他 我問過了 他說 甜言蜜語 而且會打扮 他真的是看起來 你說要去混夜店 我也相信 對 他根本不像你印象中的 沙子車司機 他其實月入還滿高的 可是他就敗戰 不但有小三 還有小四 而且 倩蓮你有沒有想像過 在坦克車裡面做 愛做的事情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你知道嗎 他開沙子車是多大的沙子車 我告訴你35噸 35噸 35噸跟坦克車是一樣重的東西 你是要跟我講說 這個車比較方便嗎 不是 是這個車非常不方便 空間非常小 所以會特別的刺激 是這樣嗎 好 我跟你講 他當天就載著小四 黃女 就是在哪裡 抬64線 在巴黎的鄉下 那個沒有人的地方 小三還能夠抓得到 你知道嗎 結果一抓到的時候 就說你趕快走啦 我不要跟你講話 結果小三爬到窗戶上面來說 你出來 給我個交代 然後他就發動車子 然後小三就硬聲 就倒下去了 因為車子已經在動了 然後倒下去 倒下去之後輪胎就 骨頭碎掉的聲音 不理 趕快繼續開 開到哪裡 開到五股方向 把小四給放下來 再回到現場去報警說 警察這邊出來了 這是大實科 照你剛剛那種聲音過去 人不是已經 已經破碎了 所以耶穌報告 頭顱已經破碎了 好 他說 不是 我是我報案的 不是我幹的 警察說雪雞在那邊 你現在報案 人躺在這邊 他根本這個地方不是第一現場 請問你到底跟這些人什麼身分 他把整個事情交代出來 原來這個小三本來在地棒站工作 告訴我們不是有地棒嗎 貨車過去不是要棒嗎對不對 結果這個范姓司機能言善道 每天天花亂墜 因為他殺死車需要過那個地方 每天過著過著 就過出感情了 這個周女小三就愛上他了 可是兩年之後 變心又去愛小四 這樣怎麼能忍受呢 就是我跟今天講的 不三不四 小三抓小四 我們待會兒回來 看到另外一對名人 沒想到默默的就離婚了 跟什麼小三小四有任何的關係嗎 馬上回來